其實非常討厭的一首歌啊 哇 你皮膚這麼黑 聽說你是農民喔 對 以前是那個 種蓮屋的 喔 是喔 你家在屏東嗎 屏東 水底寮那邊 喔 你是農民 爸爸媽媽都很辛苦啊 你從小就在務農 那你怎麼接觸音樂呢 講到這個是因為我爸爸媽媽 小時候的時候因為很喜歡唱歌 很喜歡音樂 但他們因為家境 然後又沒有完成這個夢想 喔 你說你父母親有跟你聊起來 就是他們小的時候想唱歌 對 可是沒有辦法圓夢 對 所以把這個希望寄託在你身上 對 但是一方面我也很喜歡唱歌 而且我想完成我爸媽的夢想 下次有機會唱上台語歌 不然怎麼叫圓夢呢 對不對 對 我會挑戰 是 那首先我們請到周治平老師 請做講評 呃 陳群勳唱之後閃一下喔 聲音非常好 聲音的本質是非常好的 那有一點小小的缺點就是說 可能你在處理層次 沒有一層一層給人家 就是多一點的感覺 就是說你始終停留在那一個部分 就是表露你的聲音 可是比如說在副歌 有時候可以強 有時候可以弱 這一點裡面有完全掌握得很好 如果是多一點強弱 會把你的聲音的本質更襯托出來 然後會把這個歌 這個歌裡面應該表達的意思 更發揮得好 再好一點 好 謝謝老師 辛龍老師請 好 我覺得起雲呢 這首歌曲呢 詮釋的你把這個 POWER PITCH TUNCH 都做到了 所以我覺得你 平常一定有 常常在練身體啊 在做心肺運動對不對 對 我常常游泳 對 所以他唱歌的時候 的狀態非常好 原唱 張宇呢 已經唱得非常的好 但是你 用另外一種詮釋的方式 你把這首歌曲 唱出另外一種 男人的真誠 所以我覺得很優秀 謝謝老師 其實來這邊學唱歌 或者比賽都 可以有什麼問題 可以請教我們老師 對 趁這個機會好好學一下 剛剛佳慧在前面一階段 評審也講評完畢了 接下來我們來看林佳慧 剛剛那首歌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看一下佳慧在這個階段 可以得到的分數是 70 80 90 90 90幾呢 90 好 小數點繼續帶跑 90點 90.6 謝謝老師 分數也是滿高的的 現在來看看 齊芸這首歌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陳齊芸在這首歌 可以得到的分數是 70 80 90 90 90幾呢 91 沒有 91.12 91.2分 謝謝 聽這個實力 各位覺得清醒 我們的選手 都不是一曲走遍天下的 是 能不能都達到這個90 平均兩三個禮拜 就表示你們真的很有實力 穩定度很高 90.6的91.2 恭喜兩位都站在九字頭了